阿特勒和维金斯与唐司之间的矛盾,看来是彻底没法消除了,尤其是今天,在之前几日的连续互对后,阿特勒做出了最狠的回应,先来礼礼时间线。 阿特勒要求交易后,主动挑衅他的是维金斯的哥哥,当时他哥哥发推庆祝,结果被巴特勒特意录像嘲讽,双方才推特格空户队。 随后,唐司也和巴特勒发生矛盾,巴特勒准备离队的消息刚刚传出来,唐司的事约进度就大大加快,最后甚至在迷你苏达买房。 今日他身边的消息,远干脆开口,表示认为西伯都和巴特勒联手对付自己,两人无法共存,在巴特勒离队,前他无法在试约合同上签字。 现在,巴特勒也终于回击了,今天芝加哥太阳报的记者周克奥里采访巴特勒身边人的时候,得到了这样一个恢复,及你的想法是,你不可能带着两只实际上的小猫,摧翻一个像勇士这样的王朝球队。 这就是在说队友是爱猫爱狗了,而且比当时用小号的杜兰特还狠,他可没有遮遮掩掩,直接说出来了。 有趣的是,上一个喷队友的KB,在说完这句话之后没多久,就加入了勇士,不知道巴特勒这话,会不会带来什么神奇的效果呢?